真秦始皇智取六国 第六章 满腔怒火人定四国 一作者成步 朗读者有意 第六章满腔怒火人定四国 秦始皇经过八年的苦战消灭了赵国 此时秦国已经占领了今天的山西全部 河北大部 以及消灭韩国而获得的河南大部 秦国真正进入了中原 占据了战略上的有利地位 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接下来是公宴公旗还是公楚 游刃有余 按照就近必远的原则 秦始皇接下来应该公楚 所以王剑消灭赵国之后 兵临燕国却勒马驻足 在燕国边界驻扎下来 等候秦始皇新的作战御令 这也是秦始皇的战争明显不同于他的祖先的地方 以往的战争 出征的将军如同脱缰的野马 任意驰骋 而秦始皇不然 每一次战役都是在精心部署之下 当王剑公赵使其他地方吸兵 即使是内使腾收拾不堪一击的赵国 王剑也要洗兵 以减轻补给的负担 并随时应变 然而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历史上有名的事件 燕太子丹派荆轲去刺秦始皇 荆轲刺秦改变了秦始皇统一战争的步伐 也影响了读者对秦始皇的看法 第一节 荆轲刺秦 混混变英雄 早在王剑诈围邯郸的时候 燕太子丹就感觉到末日的威胁 为了阻止秦国发动对燕国的战争 他显出了一个愚蠢的办法 派人去刺杀秦始皇 刺客的名字叫荆轲 荆轲祖先是齐国人 后来移居魏国 史记 刺客列传说荆轲喜爱读书 可是没有知字片言 流传后事 可见书读的不怎么样 说他喜好基建 可是善于建树的葛聂 与荆轲论剑对他所说的不以为然 荆轲去刺杀秦始皇 近在咫尺 而已经抓住衣袖 却不能刺中 可见其剑术也不过是花架子而已 如此说来 荆轲不过是一个什么都会一点 什么都不惊 屈炎覆势在豪门之间 骗吃骗喝的一个混混而已 可是司马迁的文学手法 可以改变人们在读者心中的形象 一 司马迁的文学创作 左右读者的好恶 司马迁的高明 我们已经多次领教了 接下来我们看司马迁是怎么让荆轲 这样一个混混 又干得一件十分糟糕的事情 却获得读者的同情和尊重 从而激发起对秦始皇的痛恨 司马迁采用了以下几个文学创作的手法 用妾来衬多其勇 冒死去刺杀异国之君当然需要勇气 人的勇气可能来自于头脑简单 头脑发热 或者被逼无奈 或者垂死挣扎 这四种勇都不值得同情和敬佩 司马迁用荆轲小事上的胆怯 来说明其在大事上的勇 并不是前数四种的匹夫之勇 荆轲到鱼寺这个地方游历 遇见一个名叫葛聂的剑术高手 就和他谈论剑道 欲有不同意见争执起来 葛聂朝荆轲一瞪眼 荆轲立刻示弱地离开了 荆轲游历邯郸 与一个名叫鲁钩剑的人赌钱 赌的过程中又发生争执 鲁钩剑呵斥荆轲 荆轲莫无声息地逃走 这么怯懦的人本来是会让人鄙视的 然而到了干正经事的时候 荆轲确实有过人的勇气 燕国有位满汉名字叫秦武阳 十三岁就杀人 别人都不敢正面对着他看 燕太子丹派秦武阳做荆轲的助手 去刺杀秦始皇 可是秦武阳走到秦始皇的大殿前 还没有上台阶便吓得脸色突变 浑身发抖 引起了在场的秦国大臣的诧异 而荆轲却镇定自若 回头朝秦武阳笑笑 上前谢罪说 北方藩属蛮夷之地的粗野人 没有见过天子 所以心惊胆颤 希望大王稍微宽容他 让他能够在大王面前完成使命 与秦武阳的对比之下 荆轲之勇成了不同一般的大勇 用一干人誓死如归欲其意 用刺客暗算他人 容易让人想到卑鄙和无能 燕太子丹花钱让荆轲去送死 容易让人觉得其残忍不易 荆轲被人几句高帽子的话架起来 再加上美女金钱就答应去替人玩命 容易让人觉得愚蠢 更何况秦国消灭诸侯已经是大势所趋 十十五折为俊杰 荆轲显然是个不识食物的人 怎么办呢 怎么才能让人不觉得燕太子丹卑鄙残忍 怎么才能让人认为荆轲不愚蠢 他去刺杀秦始皇 是一件光明正大 大义凛然的正义之事呢 司马迁采取的办法是让参与这件事的人都慷慨赴死 让读者产生这样的印象 所有人都愿意去刺杀秦始皇 都愿意为刺杀秦始皇贡献自己的生命 可见这件事必然是一件正义的事情 了不起的事情 田光是燕国的隐士 燕太子丹为秦军迫近 问济于田光 田光就把荆轲推荐给燕太子丹 为了表白自己并不是不愿为燕国出力 田光就自稳身亡了 燕太子丹请求荆轲去刺杀秦始皇 可是没有取信于秦始皇的东西 于是两人商议 用秦国降将樊乌鸡的头做礼物 樊乌鸡知道之后立刻自问身亡 献出自己的人头 人们接二连三的自愿为一件事赴死 可见这件事必然为大中大义的好事 燕太子丹的残忍 荆轲的愚蠢 也就淹没在田光和樊乌鸡的壮烈之中了 用悲壮的宋别来煽情 为了保证荆轲刺杀秦始皇能一击致命 燕太子丹找来天下最锋利的赵国徐夫人匕首 又让工匠用毒水浸脆 并用多个活人做试验 果然被试的活人 见一丝血腥无不立刻毙命 于是准备行装送荆轲出发 可是荆轲说要等一个远道的朋友 一起出发迟迟不起身 这时候秦军已经攻占赵国 屯兵于燕国的门前 燕太子丹交集万分 又过了些日子 荆轲还没有动身的意向 太子认为他拖延时间 怀疑他反悔 就再次催情说 日子不多了 荆轻有动身的打算吗 请允许我派秦武阳先行 听到这话荆轲发怒 斥责太子说 太子这样派遣是什么意思 只顾去而不顾完成使命回来 那是没有出息的人干的事 况且拿一把匕首 进入难以预测的秦国 我所以占留的原因 是等待另一位朋友同去 眼下太子认为我拖延时间 那好 就此决别吧 于是荆轲启程 太子及宾客中知道这件事的 都穿着白衣 戴着白帽 为荆轲送行 到溢水岸边 践行以后上路 高见离基柱 荆轲喝着节拍唱歌 发出苍凉七晚的声调 送行的人都流泪哭泣 荆轲一边向前走 一边唱道 风消消息 溢水寒 壮世一去兮不复还 富佑发出慷慨激昂的声调 送行的人们怒目言征 头发直竖 把帽子都顶起来了 于是荆轲就上车走了 始终连头也不回 现在 于力于情 荆轲都占了上风 成为人们心中 大智大勇大义的英雄 读者好恶的天平 毫无疑问地 倒向了荆轲 所以当图穷匕首线的时候 读者心中有的是惋惜 当秦始皇挥剑击中荆轲时 难免不对秦始皇产生痛恨 司马迁的目的达到了 可是如果我们对司马迁描述 荆轲的文字稍加分析 不难发现 除了记载荆轲在秦国殿堂上 刺杀秦始皇的文字可信之外 其余文字不过是司马迁的文学创作而已 二 荆轲刺秦的破绽 无名鼠辈 谁会记录其言行 荆轲在刺杀秦始皇之前 不过是无名鼠辈 谁会记录下他的一言一行 即使他后来刺杀秦始皇 那也是发生在秦国王宫里的事情 在没有电视报纸的时代 这种事情不可能传遍全国家喻户晓 荆轲也不会一夜成名 引来结识过他的人 纷纷写回忆录 记下他的奇闻意识 那些描写荆轲早年势弱的生动势力 从何而来呢 荆轲刺杀秦始皇不成 当场被杀 随即秦军攻破燕果 一干人员非死即亡 哪来如此生动的始料呢 秘密的阴谋 其参与者究竟是自杀 还是他杀 谁能说得清 燕太子丹 尹氏田光 祥将 樊乌鸡 还有荆轲 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密谋 都是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进行的 其生动的对话和心理描写 从何而来 在这个故事中 两个参与其中的一个是隐士 一个是避难的降降 他们是怎么死的 是自杀还是他杀 外人又怎么能说得清楚呢 燕太子丹的话时间矛盾 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一段 燕太子丹的话明显也露出了破绽 燕太子丹在第一次见到荆轲时 对荆轲说 如今秦国已俘虏了韩王 占领了他的全部领土 又出动军队向南攻打楚国 向北逼近赵国 王俭率领几十万大军 抵达张水叶县一带 而李信出兵太原云中 赵国抵挡不住秦军 一定会向秦国臣服 赵国臣服那么灾祸就降临到了燕国 破绽一 按照燕太子丹的这段话 此时秦国已经俘获了韩王 但是还没有占领赵国 这个时候应该是秦始皇十七年 可是此时李信已经开始率军攻打楚国 李信攻打楚国的时间应该是秦始皇二十一年 而这个时候荆轲已经被杀 燕国也已经灭亡 时间上有四年的误差 破绽二 燕太子丹说李信从太原云中出兵 云中在北边 云中郡是秦始皇三十三年蒙田 被逐匈奴之后才得以建立 燕太子丹说李信出兵去攻打云中 或者从云中出兵去攻打楚国 都与史实相矛盾 早了十六年 由此可见 燕太子丹的这些话 不过是司马迁想当然的杜撰 大张旗鼓赴秦的刺客 如同招驸马 风消消息 溢水寒 壮士一去兮 不复还 悲壮的宋别 虽然很能打动人的情感 但是却有被常理十分可笑 荆轲是去秘密的刺杀秦始皇 不是去秦国当驸马 如此大张旗鼓的宋别 难道不怕走漏了风声吗 谁又能保证燕国的王公大臣中 没有秦国安插进来的卧底 咸阳虽然离燕国很远 可是秦军却离得很近 此时的王俭大军 就驻扎在燕国边境 离都城记不过几十公里 谁又能保证看热闹的人中 没有王俭派来的戏作呢 综合上述的分析 我们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荆轲去秦国刺杀秦始皇的事件 是真实的 但努力把荆轲塑造成英雄 并为此加进了许多感人的细节 荆轲刺秦之前的故事 荆轲与多人的密谋 人们接二连三的赴死 以及最后悲壮的颂别 则都是司马迁为了诱导读者 所进行的文学创作 我们应该剔除这些创作 调整好心态 不妨从另一个角度 来看待这段历史 三 荆轲刺秦的另外一种解读 同样是荆轲刺秦的故事 还是这些故事素材 如果我们剔除司马迁 在叙述故事时的文学创作和偏向 以一个中立的立场来分析 也许会得出另外一种结果 荆轲穷困潦倒 不得已答应当刺客 荆轲在见到燕太子丹之前 一直四处游历 居无定所 没有听说他有家人 也不见其有经济来源 荆轲到燕国的时候 已经穷困潦倒 无以生计 实际刺客列传说 荆轲私混在酒徒之中 经常和一个屠夫 另一个基柱的人 名叫高健离的在一起 荆轲特别好饮酒 天天和那个屠狗的屠夫 举高健离在烟室上喝酒 喝得烂醉 高健离基柱 荆轲就喝着街拍 在街市上唱歌 不一会儿又抱头痛哭 这个时候 燕太子丹正在四处 网罗刺客 已经搜罗了二十多人 荆轲经燕国隐士田光推荐 得以进到燕国宫廷 见到燕太子丹 燕太子丹对荆轲说了一大通 秦始皇的坏话之后 请求荆轲去刺杀秦始皇 荆轲半天没说话 然后开口推辞 这是国家的大事 我才能低劣 恐怕不能胜任 文庭此言 太子丹上前 以头扣地 坚决请求 于是荆轲答应了 荆轲为什么开始推辞 后来又答应呢 推托是出于人的本能 答应是理智的利弊权衡 荆轲想了什么 我们不得而知 是一国的太子如此大礼 受宠若惊 不好推辞 还是担心得罪 太子走不出大内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不会是出于对燕国的热爱 享受着美女金钱 却不断地拖延时间 《刺客列传》记载 荆轲答应去做刺客 燕太子丹于是尊荆轲为上卿 让他住进了上等的宾馆 美女车马随时伺候 太子天天到荆轲的住处拜望 每天供给贵重的饮食 时常进献其真义务 以便满足他的心意 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荆轲 仿佛突然间进了天堂 可是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荆轲每天花天酒地尽情地享受 却没有任何要行动地表示 荆轲为什么很长时间不行动呢 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打算去刺杀秦始皇 不过是穷困潦倒走投无路 骗吃骗喝而已 也许他是抱有幻想 希望这么拖下去 突然有一天秦国的军队就濒临城下 他也就既享受了美女春色 又不用白白送死 也可能是怀有乱世心理 生逢乱世 早起不知晚上能不能活着睡下 放着面前一辈子都没有享受过的 荣华富贵 快活一天是一天吧 在荆轲一天天的拖延中 秦国军队果然是摧枯拉朽 逼近燕国 突然有一天 燕太子丹接到消息 秦将王俭已经攻破赵国的都城 俘虏了赵王 把赵国的领土全部纳入秦国的版图 秦军向东开进到燕国南部边界 离都城记只有几十公里了 如果燕太子丹是在韩国灭亡之后 派荆轲去刺杀秦始皇 那荆轲就已经在燕国坐拥美女 享受荣华 拖延了近三年时间了 面对秦军兵临城下 燕太子丹害怕 于是去请求荆轲道 秦国的军队已经驻扎在燕国边境 很快就要横渡溢水攻打燕国 我是想要长久的侍奉您 可是时间不允许了 燕太子丹话中的不满 已经是显而易见了 于是荆轲给自己找理由说 太子就是不说 我也要求行动了 可是就这么到秦过去 没有能让秦王相信我的东西 无法接近秦王 荆轲提出 要樊无鸡的头 作为觐见秦始皇的见面礼 他知道太子丹一定不给 果然太子丹拒绝了 没有见面礼 无法接近秦始皇 行刺自然不能成功 所以没有办法 只好再回到宾馆吃喝玩乐 可是没想到长有这个值钱脑袋的人不怕死 大约也是听说秦军已经逼近燕国 果破身死的结局在所难免 不过早晚而已 再加上毕竟是逃亡 在人家国家生死不能自主 于是樊无鸡拔剑自吻 人头有了 太子丹又准备好锋利的匕首 还找了个壮汉心腹做随从 你别半道上跑了 一切准备就绪 荆轲不走是断然不行了 可是临到出发 荆轲却说要等一个人同行 要和这个人一起去刺杀秦始皇 这人是谁荆轲没说 这人住很远 当时没有电话 也不知道整天被燕太子丹手下 伺候监视的荆轲 是如何瞒着太子丹 与这个人联系上 又如何说动这个人同去送死 就这样 在不知道等待谁的情况下 又过了一些日子 荆轲还是没有出发 如果秦始皇当时决定 平定赵国后 下一个目标是燕国的话 估计王俭大军早已攻入燕国 兵临城下了 荆轲就是想去刺杀秦始皇 也无法出城了 燕太子丹心里很着急 估计荆轲的心里也很着急 太子丹召集秦军随时可能杀到门前 荆轲则召集秦军怎么还不赶紧攻城 燕太子丹不能再等待了 于是他催促荆轲 日子不多了 荆轻有动身的打算吗 实在不行的话 请允许我派遣秦舞阳先行 听了这话 荆轲毫无来由地发怒 他斥责太子道 太子这是什么意思 只顾去而不顾完成使命回来 那是没出息的人干的事 现在我拿一把匕首 进入难以预料的秦国 我所以占留的原因 是等待另一位朋友同去 既然太子认为我拖延了时间 那就决别吧 看来荆轲并没有做好 慷慨送死的准备 他还希望能够活着回来 继续享受荣华富贵 荆轲在秦宫被刺伤 眼看就要毕命时 说得一通话 也说明了他的这个想法 荆轲在没有任何 卫士阻拦的情况下 却没能刺杀秦始皇 当他被秦始皇刺伤后 坐在地上骂道 大事之所以没能成功 是因为我想活捉你 迫使你定立归还诸侯土地的契约 来回报太子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从一开始荆轲答应 燕太子丹去刺杀秦始皇 他就心存侥幸 不断地拖延推托 希望时局会发生 意想不到的突然变化 直到最后还希望能够侥幸活命 重复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奇迹 心存侥幸 希望能学曹末 名利双收 说荆轲心存侥幸 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持匕首去劫持一个国家的君王 并不是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 鲁国一个叫曹末的人 这人是一个笨蛋 他担任鲁国的将军多次率军和齐国作战 可是每战必败 每次打了败仗 他不是战死沙场 而是带头逃跑 鲁国君主鲁庄公害怕了 只好献出诚意向齐国求和 齐桓公答应和鲁庄公在科地会见 定立盟约 正当齐桓公和鲁庄公在盟谈上定立盟约的时候 曹末突然手持匕首 冲上去抓住齐桓公 齐桓公的侍卫害怕伤到君主 没有人敢上去杀死曹末 轻孔的齐桓公问 你打算干什么 曹末回答说 齐国强大 鲁国弱小 而齐国不断以强凌弱侵略鲁国 太过分了 如今鲁国都城的城墙一旦倒塌 就会压到齐国的边境呢 这不是欺人太甚了吗 你觉得该怎么办 齐桓公害怕被杀 只好答应全部归还鲁国被侵占的土地 曹末多次打败仗丢失的土地 一朝全部回归鲁国 荆轲大约是想学习曹末 既不是约定又不丢性命 还能轻视流明 可是荆轲书没有读好 曹末之所以能要回土地 而又不丢性命 是因为当时是在两军会见的公开场合 齐桓公当时又想称霸诸侯 因此不敢再公开场合 落下不守信用的恶名 其实曹末的匕首一离开齐桓公的脖子 齐桓公就想反悔杀了曹末 是管仲劝阻了 管仲说不能这样 君王不能贪图小利 而求一时之快 如果那样就会在诸侯面前丧失信用 失去天下人对您的支持 不如归还他们的失地 这样曹末才保住性命 现在你荆轲是深入秦国宫廷 秦国又已经平定赵国挺进中原 前面已经再没有可以阻挡秦始皇 消灭诸侯统一中国的任何障碍了 这时候你拿个小刀 摆出一副盲命之徒的样子来 秦始皇怎么可能乖乖地扶手听命呢 曹末虽然是个笨蛋 但是他知道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拿刀去威胁一国的君王 不仅知道他还能从台阶下 很快冲上来 并能一把抓住齐桓公 把刀顶上去 可是荆轲不仅不识时务 搞不清刑事时机 就连冲上去把刀架在人脖子上 这点事也做不到 秦始皇近在咫尺又在专心看图 一把抓住衣领 一抖地图拿起刀 一下顶在秦始皇的脖子上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荆轲也没能做成 就算是秦始皇愿意扶手听命 你也得能像鲁国那个笨蛋曹末那样 做到这个最起码的一步才行啊 这之后 荆轲已经拿刀在手 秦始皇却拔不出剑来 在场的武士没人敢上来帮忙 这么好的机会 荆轲竟然腿脚也不利落 愣是追不上秦始皇 你说燕太子丹 怎么找了这么个笨蛋呀 结果毫无悬念 秦始皇正当防卫杀了荆轲 一对一的情况下 荆轲有备而来 秦始皇则一片诚意 毫无防备 荆轲已经持刀在手 秦始皇却拔不出自己的剑 最后的结果反倒是 秦始皇杀了荆轲 那只能说是天意了 战场上秦要灭烟 大势所趋 殿堂上科要刺证 你死我活 战场上胜负在人心 殿堂上死活是天意 四 被荆轲刺秦抹杀了的人子 荆轲刺杀秦始皇不成 当场被杀 秦始皇一怒之下 命令驻杀在燕国边境的王俭 率军攻烟 秦始皇二十一年 王俭的儿子王奔 为前锋攻打燕国 王俭择率大军 包围燕国首都继承 很快 王俭军就在溢水西边 击败了燕国的军队 得到燕太子丹的首级 不久燕国都城继被攻破 燕王喜逃往辽东 第二年 秦始皇派王俭的儿子王奔回军 去收拾狗言残喘的 魏国都城大梁 王奔没有攻城 而是掘开鸿沟 河堤 水焰大梁 城破魏王倾降 没有厮杀 平定魏国 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我们不能抛开 司马迁对荆轲刺杀秦始皇的描写 被司马迁带有很强主观偏向的 文学创作所牵引 抱着对荆轲被杀的同情和义愤 来看待秦始皇灭燕定位的战役 我们就会忽略掉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 那就是秦始皇在平定两国的战役中 所显示出的仁慈 秦始皇对燕国和魏国应该是充满仇恨的 燕国派荆轲刺杀秦始皇 险些就要了秦始皇的性命 魏国当年带领诸侯反击秦军 导致蒙澳大败 秦始皇的父亲秦庄王在举国战败的 抑郁气氛中辞世 现在正是秦始皇向魏国燕国复仇的时候 正是秦始皇可以指挥大军杀入两国 让两国人为过去的行为付出代价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秦军杀入两国 适度的烧杀毁灭 魏燕两国是罪有应得 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秦国也正可以显示威力 意图怨气 可是秦始皇却出人意料的没有怎么做 虽然秦始皇是在满腔路火的情况下 发动对燕国的战争的 但是攻打燕国的战役 却并没有变成愤怒的屠杀 整个战役进行的非常有节制 同样没有杀敌斩首的数字记载 同样没有杀燕国的王公大臣 同样没有对燕国的城池进行烧杀 攻打魏国更是采取了非军事手段 水淹大量 避免兵民在厮杀中伤亡 这得是怎样的一个开明大度 并心怀仁慈的君王才能做得到的 如果我们不是怀着一个公正冷静的心态 去对待这段历史 那么司马迁在荆轲刺秦这个故事上 给读者造成的情感偏颇 就会抹杀了秦始皇 在公烟灭位时所采取的审慎仁慈的举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